那Wire这个媒体做了一个故事 就是总统刚刚跟记者说 他要送更多的武器 还有更多的导弹 子弹 所以我想给你一个机会 跟我们解释一下 为什么你们是分布地给他们送武器 如果你知道当时他们需要 18个Howitzer武器系统 你们如果当时知道 这些武器系统是不足够的 为什么你们要等一周的时间 再给他们送更多的武器呢 因为时间现在不是我们的朋友 我们现在时间非常紧 首先我们所有所送的 这些武器都是因为 我们做出很多讨论之后 在送出的 我们在实时的考虑 他们到底需要什么 我们能送些什么 而且每次我们送他们的这些武器 我们都要保证 这些武器可以符合他们当时的一些需求 现在俄罗斯在攻击东巴斯地区 这些战争是不同的一些战争 上周三是总统宣布 8亿美金的支持 而且这个支持包括了 18个Howitzer战斗系统 你今天也听见总统自己所说了 这个不是说我们所有要给他们所送的 我们说过了 而且我们也重复了 就是说在东巴斯地区打仗的话 这个是需要双方有长途的这些武器 就代表双方都有这些炸弹 导弹 那所以乌克兰 他们希望得到长途这些武器的支持 俄罗斯也希望得到长途武器的支持 我知道他们可能以后需要更多的武器 不过我不能说得太早 就像我回应Tara一样 当然有可能乌克兰会需要更多的这些武器系统 导弹系统 更多的这些导弹 而且我们会跟他们做这些讨论 如果这是他们需求的话 我们会全力以赴的来帮助他们 好那乌克兰有没有告诉美国人 就是说他们需要18个海沃茨 他们只需要4万多个导弹吗 没有 他们说他需要导弹的支持 就像其他这些帮助一样 我们看一看俄罗斯 他们乌克兰能使用些什么 我们储存的武器上有些什么 而且我们在这一次呢 考虑的就是得到的结论 就是他们需要18个海沃茨 还有希望4万多个4万多发导弹 那回答你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是分布给他们送 那我们看一看 逻辑上来观察这个问题 从刚开始 如果我们说 这个是我们所有给你所送的武器 咱们把所有的武器都送给你 那不过 如果呢 如果呢 我们所给他们送的这些所有的武器 他们没有办法使用 没有符合他们当时所有的一个需求 他们不能使用 那这个会怎么办 所以你需要来改变一下 你们所送的帮助 那乌克兰也知道 他们有一些吸收的问题 所以你不能 把所有的这些武器 所有的设备 一次送给他们 乌克兰的问题 那到时候就会是 他们不知道怎么样储存这些武器 不知道怎么样来使用这些武器 所以你需要聪明地做出这些行动 这个就代表 我们需要分布地给他们送这些武器 我们要看一看 他们在当时到底需要些什么 如果不这样做的话 这个会是不负责任的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俄罗斯有没有使用生化或者化学武器呢 在乌克兰 有些报道 就是最近过去这两天 我们听说 这个俄罗斯可能使用 还有另外Bilco 我们没有任何证据 就是俄罗斯使用生化或者化学武器 你们给他们送了什么样的一些防护 防护措施呢 这个是我们还在讨论的一个 还在讨论的一些话题 我不能跟你们说 我们具体要送了什么样的一些防护措施 Seren是斯安酸 斯安酸 对 生化武器 回答一下电话上的问题 过去这几天 俄罗斯说了几句话 关于他们在要攻击 俄罗斯还有西方的这些武器 你有没有看见俄罗斯攻击任何西方所送的武器呢 或者美国所送的武器 我们没有任何信息 就是说任何西方所送的武器被攻击 或者被阻止了 俄罗斯没有阻止我们送这些武器 那Laviv的这些导弹攻击 这些攻击 那再次说一下 我们不知道俄罗斯他们到底攻击什么 我们不能猜测 他们所有所做的这些导弹发射 到底是为什么 不过有可能 有可能他们在Laviv所做出的导弹发射 这个目的是 希望来影响乌克兰所有的这些设备 不过我不能跟大家确认 我也不能跟大家确认说 这个是他们所想攻击的这些武器 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我们的武器被攻击了 或者其他国家送的武器被攻击了 你其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 所以你说的就是 有可能Laviv的这些武器 没有 那这是比较打开的一个问题 我们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成功了 或者有什么样的一些打击 你们有没有担心 你们在这个时候 我觉得俄罗斯他们没有办法来停止这些武器被运送 真是比较惊讶 因为每天你们都给乌克兰送数十批的这些武器还有设备 所以我想问你们在下面这些前有没有更多的一些目标 其实从我们刚开始给乌克兰送武器的时候 我们就在关注这些问题 有可能我们有些打论 这个是为什么我们没有讨论我们怎么样给他们送武器 我们没有说这个武器送到哪里 我们也没有说这些武器什么时候会送到当场 我们现在是非常谨慎地跟大家说 我们怎么样给乌克兰送武器 伙伴你有问题吗 多谢你 我想追问一下David的问题 你好像在说就是你的逻辑是 就是你们是逐渐地给乌克兰送这些武器 分布地给他们送武器 让我说完 多谢 你给我们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 具体的一个描述就是说美国的战略是什么 就是在美国的看法 就是怎么可以让乌克兰来拿这些武器系统 不过 Zelensky总统从刚开始 我就想把这个问题给问完 Zelensky总统从刚开始就请求全世界说 给他们更多的武器越快越好 那我知道你们在说你们是尽快地来给他们送这些武器 不过他请求就是说 尽快快速地给乌克兰的战士送这些武器 所以俄罗斯的战略 我们都知道这些人会去东巴斯地区 这个不是一个秘密 我想问的就是你有没有在观察这一个问题 而且可能之后你们会看看 能不能用不同的方式来给他们送武器 就是不要逐渐给他们送武器 你们有没有另外一个方式可以这样做 好 那我来否认一下就是把这分开拆散给送武器 因为我们不是说把这些给他们送的武器给拆散 我们说给他们怎么样包装什么样的武器 送什么样的武器 我们是要非常准确地来符合乌克兰当时的一些要求 那我们的这些奋斗已经改变了 你说过可能非常明显地看见俄罗斯一直以来都会攻击东巴斯 可能你的情报比我更好 我们其实不知道他们到底会不会去最终攻击东巴斯 你要记住在二月份的时候 他们在三个不同的方面攻击乌克兰 所有人全世界所关注的所担心的就是吉辅 而且有很多人在讨论吉辅会多么快速的就倒下 就是说俄罗斯会占领吉辅 俄罗斯会倒下 那吉辅没有倒下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给他们了一些帮助其他的国家 也给他们送了很多的武器 帮助他们停止俄罗斯的战斗 俄罗斯的侵略 同时也是因为俄罗斯自己犯了很多的错误 所以我们给他们送的武器系统 我们还有其他国家给乌克兰所送的武器 帮助他们在吉辅战斗 帮助他们阻止吉辅的侵略 这个是我们当时所做的一些关注 现在是四月中 所以俄罗斯要改变自己的战略 他们自己也说过了 就是说他们现在要把注意力集中在东巴斯地区 这个是不同的一个地理 这个是不同的一些战争 双方都需要不同的一些武器 所以我们在跟乌克兰所讨论的同时 我们可以跟他们说 现在我们知道战争在东巴斯地区 而且乌克兰说我们现在需要什么什么武器 所以这个是我们面对这个问题的方式 而且这个是正确的方式 因为这个战争会随着时间而改变 如果我们给他们所有可以给他们的武器 这个会是非常傻的 所以在这个战争改变的时候 我们需要跟着这个战争的发展而改变 我知道斯兰斯基总统是希望 更快速地拿到所有的武器 越多的武器越好 因为他的国家被打击 我了解这一点 不过我们要保证 我们可以有效地 最有效地来帮助他们 而且我们觉得我们正在这样做 我们要看看以后的 给他们送的武器 到底会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样子 不过可以保证给大家 不管怎么样 这些武器呢 都会关注一下乌克兰人 在当时需要什么的那个帮助 我们要保证给大家